2.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我们继续透过圣经马可福音来认识耶稣 在圣经里面所记载 耶稣在地上这三年半传道的时间里面 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人真的不大懂的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 好像在昨天我们分享到说 那个迦南妇人 人家来求耶稣医治我的孩子 耶稣为什么要讲那样子的话呢 但是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能够明白原来他这样做的背后 其实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今天继续跟你分享另外一个 也是神很特别的做的一件事情 圣经里面讲到有一次耶稣医治一个人 这个人耳朵听不见 然后也不会说话 这个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 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圣经上这样的记载说 耶稣就把他带到一边去 然后很特别的是说 耶稣就把这个人 然后就用指头去探他的耳朵 就挖他耳朵 然后呢 吐口水去抹他的舌头 哇 真的蛮怪的 蛮怪的一些做法 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去做呢 他不是全能的神吗 他一句话话已追出 绝不突然返回 他说一句话说 开了 就开了嘛 那为什么要把它弄到一边去 然后好像神神秘秘的 然后又弄他的耳朵 又弄他的舌头 而且真的蛮怪的 其实我小时候读到这边的时候 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当我更多的读圣经 圣灵光照提醒 我就发现 常常耶稣有一些 很特别的这些举措的时候 特别是他医病在干过的 有些特别的举措的时候 我发现 都是因为之前 人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比如说这里讲到说 有人把这样的一个人 带到耶稣面前来 然后求他按手 人会有一个 耶稣来来 耶稣你来来 帮这个讲 你按手一下 按一下 你按一下他就好了 人有一些我们的方法 耶稣啊你按啊 有的时候耶稣 耶稣啊你摸他一下 你摸他一下就好 我发现非常多的时候 当人把人带到 把一个有需要的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来 而这个带他来的人 有一些 我们用现在的方法说 指定的方法 神就可以不用那个方法 神就用别的方法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神在教我们 一个重要的原则 当我们把问题 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 我们学一件事 就是不要做 耶稣的军师 不要教他 你应该怎么做 因为主有他的方法 真的 主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主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不必替他决定说 主耶稣你现在 应该怎么做 我求神帮助我们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都会替耶稣决定说 现在耶稣第一步 第二步 真的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 自以为聪明的做法 有一段时间 我们为一个 有为一个 一个我们的一个 传道同工的家人 为他们信主来祷告 祷告了很久 他们都没有信 后来我们听说 他们跟别人打官司 而那个打官司 其实是别人侵占了他们 那这是道理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就祷告说 主耶稣啊 我们去跟他讲 我们为你祷告 为你祷告 反正这个官司 非赢不可的 所以我们祷告 如果官司赢了 他们就一定会信耶稣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看耶稣帮助他们 我们还在想 我们找了一个 聪明的方法 你看 帮耶稣好像搭个顺风车 一定会赢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为你祷告 然后我们后来就可以说 你看吧 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你赢了吧 耶稣是真神 我们觉得很聪明 我们祷告祷告 其实祷告很久 这官司拖了好久 而且最后的结论是 他官司输了 明明是他们有道理 怎么会输了呢 但是我告诉你奇妙的是 官司输了 他们反而信耶稣了 为什么 他们一直在讲说 他们过去不信 是因为他们住在一个 一族人都住在一起 结果呢 那一族人都不信 所以他们如果信 会被赶出来 后来打官司之后 发现说 告他们的 也是同一族的人 出来做假见证 害他们也是同族的人 后来他们觉得说 管他的 官司输了 现在不甩你们了 是耶稣了 他反而信了 你知道 我们以为官司赢了 就信了 但是神的做法是 官司输了 他们反而信了 不要替主 出主意 你也一直在替主 出主意吗 但愿今天 神教我们 放手 教与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